要问原神谁最色 那可是竞争激烈 但要说谁最不色 香菱一定榜上有名 这是一件诈一看很匪夷所思的事 要知道香菱的恩恨覆盖率非常的低 这大肠腿露我的跟穿 啊 这能播 不好意思我也是才发现 那为什么香菱色不起来呢 本视频就代表个人开发 第一点 看到香菱我就想起了一位故人 没错 她的衣着可让我联想到孙悟空的虎皮裙 香菱 师傅 第二点 自然是她的眉毛 短短促促的非常容易出戏 真的 看她的MMD身子非常的哇塞 一看眉毛快点拜拜 咳咳咳咳咳 其实这是国风眉毛的一种 比如隔壁深空之眼的食药金屋 同样的少女 同样的大长腿 同样的眉毛 同样的 这个不一样 据我所知 这种眉毛应该是类似晚唐时期的 鹅眉和桂夜眉 比如长安十万里 比如三花式女图 确实很像有没有 就是我一来也欣赏不来 说到这儿 原来香菱的眉毛不是天生的呀 我之前还寻思怎么跟毛师傅差的有点多呢 嘿 玩梗归玩梗 香菱其实是一个非常阳光活泼的小女孩 亲力亲为补食材 心灵手巧下厨房 标心力 创新菜 善解人意 我新娘 咳咳 正经点啊 虽然我是色皮 但我知道 角色不是要色才好 现在的香菱不会色 也从不需要去色 她就是一个个性鲜明的少女 一个紧好性格 就能给玩家带来温暖的小棉袄 我想 这就是香菱的魅力 也是游戏本身的魅力吧 感谢观看